搜救人员在湍急水油旁 终于发现遗体 合力拉起绳索 把罹难者救起来 2021年10月 新北双溪虎报潭 发生落水意外 酿成六四悲剧 家属哽咽声声呼唤 希望赶快回家 当时不少家庭 一起参加大自然体验营 没想到溪水暴涨 造成多人落水 罹难者的家属无法接受 一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出现 立刻拜托他帮帮忙 好 好 我们也点点桌子 好 好不好 当时新北市长侯友宜 拒绝安抚家属 但六条生命仍旧晚不回 其中一名死者家属 最终奋而向新北市府提出国陪 表示周边没有设置任何警告标示 也没有救生设备 新北市府未善尽管理责任 但市府认为是领队疏失 原本就有设置水深危险 勤务细水标志 跟他们管理没有关联性 但法官认定市府落在两侧 设置大宇切勿过息等警示 可避免意外发生 确实有疏失 判国赔共约265万元 看起来这个金额 跟法院判给我们的 白日子室的责任不大一样 我们会尊重法院的判决 判决的内容 我们会跟法治局 法治专业的 还有我们的回托律师 在研议 然后我们来做权益 有什么话对家属说的 可以说一下吗 穿着外套全身包紧紧 他就是负责带队的苏信老师 法院审卓 他以赔偿六名被害人家属 共六百万元 依过失致死罪 判刑两年徒刑 缓刑五年 警官虎报谈 现今已增设警告牌 影像监视系统和广播设备 但被害家庭早已破碎 逝去的生命赔多少钱 都无法挽回 明知新闻 林志公仲义 新北市报道 未经许已 confiscated 未经许已ường 未经许已是 未经许已被刑